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回到Gins Camera Live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会是我们最近关于无线麦克风系列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目前为止 因为已经陆续续的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麦克风了 这个会是近期来说的最后一个 那是来自我们的也是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厂家叫做科麦 就是我现在身上别的这一款 那么它的型号是这个Boom XD这样一个型号 那它也分为白黑色两个部分 那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一拖一就是这样一个接收端一个发射端的这样一个搭配 或者是一拖二或者就是一个接收端和两个发射端的这样一个搭配 那之前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关于一拖二这个设计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做采访的时候 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个左边的人物选择左声道 一个右边的人物选择右声道这样去录制的话 你最后的听觉感受会比较立体 那就是一拖二设计带来一个好处 那如果你自己用的话 你当然只用其中的一个发射端就好了 那开成单声道模式来录制 那当然这种小型的这种无线的麦克风的话 它的好处也就是在于比如说很多人做迟货带货或者直播或者是新闻采访之类的事情 那以及比如说你想录一个短片之类的都可以用来很好的适应这类型的场景 非常方便的使用 那同样我们的这款这个科麦的BOOM XD的这款产品的话 它同样是采用了一个2.4G的这个频段的技术 那这现在的几乎吧 我遇到的所有就是传输距离啊 或者是对于这个频段接收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这些麦克风的话 它都是选用这个2.4G这个频段 那当你收到这个科麦的这款BOOM XD的时候 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这样一个收纳包 唯一遗憾的就是它的这个收纳包它不能够给这个设备充电 但是如果你单独给设备充电之后 它的最长的录制时间也可以达到差不多6个小时左右 那满足你一天的拍摄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这款科麦的话这个BOOM XD的话呢 它采用的是这个DSP的这样一个降噪的芯片啊 那这个降噪的芯片在现在业界来说的话是用的比较多的 而且它的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比如说现在我处的这个环境的话 现在这片草地实际上它就在两条高速路的旁边啊 所以的话呢它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过滤掉很多周围的这些环境因的 比如说现在我旁边像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转过来 就是车来车往的全都是车啊 但实际上呢你并不会听见太多的这个车流声的干扰 这个是这个降噪芯片带来的一个好处 那这款科麦的这个BOOM XD 这款无线麦克风采用的是这个48赫兹和这个16比特的采用率啊 那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呢它会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纯净度 然后还有你一个声音的还原度 那比如说现在大家听到我说话声音这个还原度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因为它采用了这样一个格式啊 而且它的这个48赫兹和这个16比特的话 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业练说是广播级别的才会用到的这样一个采用率 所以的话大家去使用这款设备的话 对于你的人声那个还原和你的声音的这个纯净度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保证 而且这款设备做的比较好的它有一个快捷键的设计就是一键静音啊 那这个就非常方便 因为比如说有很多时候你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 可能或者是在录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录着录着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想录进去 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它避麦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远程控制的话 你手上的这个发射端它没有办法去避掉的这个声音的话 有时候会录到一些不该录的内容进去 这种事情会有发生 那现在大家听到我说话同时我按下这个静音键 大家会感受到我的声音就会突然被掐断 由我自己来控制的我们试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个声音打开 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那现在各家厂商推出的无线麦克风 如果你没有可视化的屏幕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 就会很方便你的操作 那同样科麦的这个Boom XD的话 它也有这个上面有液晶屏的显示 而且它的这个官方的有效 据说是可以达到50米 那虽然可能比起看过我其他这个麦克风测评的朋友们 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没有算太长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使用创作者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是自己在录的话 50米其实也足够了 那做这个距离测试之前 还要跟大家提一个另外的一个小东西就是 摸一下 这个 就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不喜欢这个这个发射端 这样挂在你的胸口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里面配个这个小迷头 把它插上 好的 那插上之后的话 用哪边 插上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发射端 比如说你把它别在腰间或者是放在兜里 那这个小迷头的话 你可以从你的衣服里面这样别在领口 这样会感觉会更轻巧更轻便一些 就是对于很多朋友不喜欢这个大麦 别在胸口的话 好的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麦克风距离测试 那我现在身后的话走过去这个边缘的话 这个草坪边缘大概是100米的样子 虽然它只坚持到只支持50米 那我们先试一下就是100米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持续感受一下我会往后退 那大家看一下就是会不会有断讯的情况 这比较重要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现在持续的跟大家说话 那我们往后走 这个冬天刚过去这个草坪很湿 好的 那我们继续说话继续说话 很多朋友每次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都会弹幕或留言跟我讲说 你不担心你的相机被别人拿跑了吗 不用担心 因为这边实际上人口数量不多 而且比如说我在外面的话 基本上都是我 都基本上周围是没什么人的 所以大家不用为我担心这个问题 让我持续往后走 那我走到这个位置的话 差不多有100 哇 已经很远了吧 大家还能持续听到我声音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那大家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听到有断讯的情况 那我现在往回走回来 那我所录制的所有声音效果 都是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的 直出的声音 那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到底这个质量如何 我还是会持续说话 那大家就要注意有没有断讯了 哎呀呀 科麦这个品牌 其实他们很早之前就联系过我 那之前的有一款麦克风的话 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接 那这一次的话 毕竟是很多麦克风厂商同时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那一个系列下来的话 那我就把他们这个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那大家觉得它的这个传输效果怎么样呢 那现在的话 对于麦克风的测试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不管官方宣传它有多厉害 它的参数有多棒 它有多么高科技 这些是你听听就好 实际效果的话 你还是应该去多看一些这种类似测评 用你的耳朵去亲自感受 到底效果怎么样 光看宣传是没有用的 那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这款科麦的这个BOOM XD 这款麦克风的效果怎么样呢 好的那我们这个麦克风这个阶段的系列 这个系列的测评到今天 算告一个段落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会有更多更 厉害的内容等着大家 大家一起来一下 接下来有很多很厉害很好玩的一些 科技产品会推荐给大家 好的我是靖 那喜欢这期节目 喜欢大家一键三连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关注一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